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节日 它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羊血的故事 不知道咱得说多少遍 这羊血的故事呢 人们看到的大多正面宣传的都正面宣传 都说是神险神迹了 其实它从另外一个角度 那因为月节 那埃及人放行了摩西 带领着犹太人开始走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祭典的日子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 是在人的环境中表现出来 人们眼睛看到 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全死了 它讲的就是 这叫什么黑气 一股黑气夜间趁着夜里出来走的 第二天早上全死了 你看到所有各个版本的走出埃及 都是把这一段故事放得最重 也就变成了 当犹太人走出埃及的 开始走出埃及的树 让所有埃及人的长子 和胎生的生命 胎生的驴啊马 投胎 作为祭典之物 作为祭典之物来承认神的存在 被迫承认神的存在 被迫 其实在风神演义中同样有 冰冻齐山 是江子牙首次 就是昼王首次派兵讨伐江子牙 江子牙同时在距离西七城的七十里的祁山 挂起了风神榜 建起了风神台 挂起了风神榜 这是元氏兼尊对他交代 文太师派谁去了呢 鲁雄 鲁雄这个废众游魂 鲁雄 熟读兵书 不信神 那废众游魂 人类 中国人知道的 最早的奸臣 宁臣 这三个人 来到了祁山 然后江子牙出山 用了他的这个原始天尊的奇妙之法 兵动祁山 他们都冻在了 应对了周文王对这个废众游魂的说法 说很奇怪 你们俩怎么会给冻死 周文王只能看到是他被冻死 他实际没被冻死 他给冻在那儿 然后江子牙 把他们三个人弄到祁山 把武王请来 跟武王说 武王你要祭山 武王听他呢 就去祭山 一祭山一磕头 这山是封神榜 封神台所在的山 武王一磕头 咔 三个脑袋下来 啥意思 在西方社会 在东方社会 同样在同一个时间里 用人的脑袋 用不相信神的人的脑袋 重新开启 唤醒人们对神的一份敬重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逾越节的故事 4月8号 逾越节 结果今天是2020年 鼠年 唯一的最大的一次 超级大月亮 2015年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那是个机会 2014到2015 出现的 当时的雪月的现象 完全吻合 犹太人的 月节 跟祝鹏节 今天 余月节 再次对应了 超级大月亮 在犹太人的讲法中呢 就是 类似大灾 类似这种 人类的劫难 但是从2015到2020 一直持续有这东西 那 这种对应的出现 在我眼睛里 就是说 在重新唤醒的人们 希望重新唤醒的人们 对神的敬畏 对天地的敬畏 而不是自我的膨胀 有朋友说 那啥意思 我们昨天节目中 跟大家说了 在 4月8号 北京时间 零时 武汉 开城门 这个解封 他 你说他习近平 为什么选在今天 你问他的道理 他一定有 他的一番道理 而他的道理的本身 却完全吻合着 这一切的天下 吻合这种神的概念 在里面 孙悟空逃不出 如来佛的手掌 如果从 忌日的角度来讲 那 习近平开启了 放开了武汉城门 开启了地狱之门 也就是说 收官了 我说收官的意思就是 这事算账了 武汉封城 1月23号 对应着 中共在法轮功问题上 借制造天安门尾案 欺骗整个人类 而武汉解封 制造另一次 真正的大邪恶 叫大谎言 将摧毁 以中国为代表的 共产党体制当中的一切 神会显示出 神的存在 那剩下的人 将会重新跪倒在 神佛道的跟前 我讲的是那些 无神论者 无神论跟进化论者 那川普转推了 这个美联社的一个报道 就是武汉封城结束 那今天开始这个解封 川普刚才一大早 大概七点钟发的推文说呢 纽约州的数字开始往下走 就是昨天他往下走了 4月7号那天 他认为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值得高兴的 因为其实到现在 没人知道 未来的时间里将是什么样 全美国昨天4月7号 录得的死亡数字呢 是一千 是一千九百七十人 一天死的 昨天全球一天死了 七千三百八十人 那全球死亡了八万二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数 就是数据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事情 死人就成为了一个简单的数字 意大利十三万五 法国十一万 那德国将近十一万 你可以看到瘟疫的本身 极具方向性 极具它的目标 极具它的方向性 对于人来讲 是很难解释的 我觉得对人是很难解释的 你只能向神的角度 真正其实只能向神的角度 像一种从生命本质上的角度 去考虑 否则的话太难了 昨天川普首先在推特上 去声讨这个WHO了 他大概的讲法就是 WHO他把我们当铠子 这个台湾人的说法 把我们当铠子去算 铠子这词呢 如果放北京就不太好 就骂人了 我们通常说的话 就是吃了解喝了解玩了解 出了事甩了解 整个人也傻大解 所以川普认为 这个WHO把美国人 当成傻大解耍了 因为WHO是 是联合国组织下面 那美国人给的钱最多 但是呢 川普讲 WHO却以中共国 以中共国为中心 一切都听中共国的 那他推文就这么讲 而WHO在几个关键点 都直接发出极端错误的说法 极端错误的说法 推迟对疫情本身的定性 推迟了一个星期 更加推迟宣布全球大流行 推迟了两个星期 而所有这些东西 都在习近平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背景下出现 那他的推迟 就是WHO的罪恶 客观上造成 给习近平以机会 协助习近平 借助中共病毒 杀害全世界 所有发达国家的 打击他们的经济基础 国家实力 直接杀他们的人 前15位到20位 全是西方文明发达国家 除了伊朗跟中共国 全世界再次出来 根子赔款 美国 英国 印度 土耳其 等国会议员或民间团体 都纷纷要求索赔 中共媒体刊登 中国学者投书 批评求赏者是筹划反华 并暗指为此为根子赔款 是这么回事 至于中共自己怎么说 学者怎么说 我觉得他就是个笑话 所以在我个人眼睛里 我们看到的故事 如果有庚子赔款的话 只不过是西方社会 面对中共的大外宣 面对习近平 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类似了 他们刚刚认识到 在利益上 在人的道德上不接受 他还没有认识到 中共本身的 邪恶的生命品质 就是他没有真正 从信仰的角度 天地人 人 神 鬼 这样的角度 去认识中国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疫情还会持续 还会有这个过程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到眼前 回心转意 人们重新敬畏神 才叫回心转意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